人样衣装佛妖精装瑞瑞香农会在有机密香红茶评鉴比赛结束后 也曾新设计推出得奖茶的新包装 有别于传统的茶叶礼盒包装 采用FSC认证的纸张 特殊的金属油墨 酒红与海车蓝对比色的茶叶罐 希望能掳获年轻西一代的和茶族群 打开有机密香红茶新礼盒包装 极红色海军蓝新银的对比色映入眼帘 集合线条构成美人躺秧在锈固卵膝上 自在chill的品名密香红茶 典雅又不失现代简约风格的包装设计 相当受到年轻一代喝茶族群的喜爱 我们以往的这个比赛茶 不管是有机的还是惯醒的 那我们都是同一个包装 那为了让消费者更能够分辨 有机的这个价值 所以我们今年特地请了这个知名的设计师 设计了一个新款的这个 有机密香红茶的一个包装 它非常的年轻化 而且只有有机可以用 那非常的大方 那不管是自用送礼两相仪 人要衣装佛要金装 热水香农会完成年度有机密香红茶 评鉴比赛后 也重新设计推出新款的礼盒包装 装入有机生产制作的密香红茶品之外 也放置风味轮卡提供比对 让大众也能精准评明出 密香红茶独特的风味 在这个包装里面我们会放入一个 我们密香红茶的一个这个风味轮 那只要消费者拿到这个风味轮之后 就可以去比对 我今天喝到的茶是什么样的一个风味 那都可以很明显的在这个 我们的风味轮的卡片里面 可以找得到 热水香农会近几年积极辅导推广 有机密香红茶产业 在中国面积也从原本的十来公顷 现在保守估计就有超过四公顷左右 生产健康安全的特色茶品 广受消费市场的青睐 现在农会以新款包装做区隔 也为有机密香红茶品加分不少 记者是玉兰瑞瑞瑞采访报道